大家带来美国悬疑电影《天照》 电影讲述了一杯清水杀死残忍的外星人的故事 吉布森是一个农田主 这天带着弟弟在玉米地里面玩耍 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环境凹陷图 就像是外星人留下来的痕迹 接着离奇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家中的狗狗开始发疯攻击自己的妹妹 还好吉布森及时把他杀死了 晚上吉布森抱着女儿睡觉 但是看见了屋顶上有一团黑影 他以为是开车去撞死他妻子的印度人 布吉森叫上弟弟去追那个黑影人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第二天家中到处都是妹妹的水杯 因为他觉得自己杯子的水都被污染过 妹妹掉了很多水就不喝 让吉布森有点不耐烦 他们还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印度有很多的麦田圈 还看到了天空有14个发光体 吉布森终于相信了 是外星人降临地球 末日就要来了 第二天孩子们在翻看着外星书记 吉布森发现书中的图画和自己的家那么的相似 一截人被突然的电话吓到了 打电话的是那个印度人 他约了吉布森给他道歉 印度人说他太疲劳了 没有看到他的妻子 所以才发生那样悲伤的事情 印度人告诉吉布森 为了弥补过错 他抓了一个一直骚扰他们家的外星人 把他关在了橱柜里面 而且印度人发现外星人很害怕水 建议吉布森一家人开车去湖边居住 印度人走后 吉布森小心翼翼地开了橱窗 用刀切掉了外星人的两个手指 回到家后 吉布森和两个孩子商量去湖边住 但是被孩子们拒绝了 他们相信妈妈的灵魂就在这里 妈妈会保护他们的 而此时 电视上报道了几百个地瓜 都出现在麦田的光圈 还有很多光点 吉布森的家就在麦田圈的附近 如果外星人攻击 肯定是先攻击吉布森家 他们封好门窗 准备开始最后的晚餐 两个孩子建议做最后的祈祷 吉布森拒绝了 因为他一辈子都信仰上帝 但是上帝并没有给他一丝一毫的眷顾 没有多久 外星人在不停地敲打房门 一家人躲到地下室 整夜都在受着外星人的骚扰 但是最终没有被外星人发现地下室 第二天 儿子的哮喘病发作了 不得不回到了房间里面 吉布森把儿子放到了沙发上去找药 没想到回来 儿子就被外星人抱走了 丑陋的外星人还要给儿子面前放毒气 危急关头 吉布森想到了妻子临终前说的 让弟弟一定要用棒球棍用力地打出去 而此时 棒球棍就在旁边 吉布森提醒弟弟 要用棒球棍攻击外星人 趁机吉布森抱着儿子 跑到了房间外面 给他用药治疗哮喘 而屋子里面 女儿放的水杯不小心打翻了 弄倒了外星人的身上 怕水的外星人竟然轻易地被打败了 这个时候儿子也醒过来了 因为儿子患病不能够呼气 外星人放弃时 他没有吸气 外星人也被女儿的水给杀死了 这一切或许是命中注定 之后 吉布森又开始相信上帝了 一家人快乐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哦